唐山燒烤店9个男人打4个女人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有所疑问 连续我放在下面给大家看看 各位好 我是柏黎图 今天再和大家深入点探讨一下这件事 其实我在Facebook亦都分享过一个post 就是说为何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够做的事比较少 其他地方香港以外或者英国以外的地方 法律文化就不再多说了 其实想和大家说一说 有某些人大家可能未遇到过 在香港或者英国这些社会 在某些地方 有些人的文化 或者是成长背景各方面 是与大家香港接触的人很不一样 在香港大家可能接触到一些 在火车巴士或者在街上一些 谎不讲理的人 但是我们无论说那些人如何没有人性 他们可能是谎不讲理 横盲无理 大家是未接触过 或者很少接触一些 完全没有人性 只有受性的人 其实因为我是接触过 在中国大陆 在其他地方英国我也有接触过 这些人是很恐怖的 大家如果看到的时候 其实真的可以走的 就应该走开 而且在急救或者在情历上 大家都知道 在救人之前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要自保自己 必须要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够对对方使救 就等于大家搭飞机 永远跟你说 戴好了自己的口罩 之后才帮人戴那个氧气罩 sorry 在很多情况下 在救生员 其实下水救人 是做的最后的一个手段 一般来说 都是要自己安全 才能够对别人进行施救 在唐山这件事件里 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 很容易就说 为什么没有人帮忙 如果是我 就会怎么怎么 但其实大家想想 对方有九位 不能够称之为人的人 就算你是李小龙或者太臣 你又可以怎么帮着呢 好 等于大家去海滩 见到有位小朋友 或者一些不懂游戏人 跌了到一个狂风暴雨当中 你无可能下水救人 你只能够是消极地去报警 因为你当时下水救人 你只会令到自己 都会发生很大的危险 在唐山这件事件里 在那边 你一个人 是没有可能拉得住 对方九个人 我自己作为一位 习母二十余年的人 我亦都没有可能 当时是上前拉住他们 如果 我有另外四到五位 同样习母的人 我们就有可能 可以拉得住 对这些不能够称之为人的人 如果大家真的觉得 在单对单 或者单对异的情况下 可以对付他们的话 你必须要将对方 用绝对的武力 绝对压制 我们不是在说法律 我们在说你的人身安全问题 这些人必须要 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之后 你才可以停手 好 等于孙悟空 在拿美星上 他将只有半截身的菲利 留在拿美星上 让拿美星爆炸 但是菲利 在一有机会的时候 就会对孙悟空作出反击 对流氓的人词 就是对你自己的不忠 所以在唐山这件事情上 如果大家真的遇到 我们在镜头面前 讲到天花龙凤 就是真的在那个环境下 第一 你不能够保障自己安全 第二 在大家遇到一些 你未曾遇到过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方寸大裂 不要说这些打斗事件 平时在家里见到人 暈倒跌低 很多有经验的急救员 只要不是每天都帮人急救 都有可能会方寸大裂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更何况遇到这些危险的突发事情 很多人在当时那一刻 其实是反应不及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不要这么厉害的指责 那些没有去帮忙的人 其实见到最后有人报警 其实已经是一般人能够做到最好的帮手 或者安排 不要觉得自己是战狼 也都没有可能有尖士帮式的一个人拯救世界 但是这种能力的人 是只有电影里面才会存在的 那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指证的话 在留言区那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指证我也可以 我们下期再见